师傅以后西红柿少放辣椒 哦 西红柿 你吃那些红辣椒 我跟你说 这碗兑上水就能涮火锅 真的 差不多 这里的料桶足的 好吃吗 我说实话真好吃 这是 你看 还有茄子呢 你看谁想得到 师傅也没想到 这傅 我一低头 我什么个角呢 茄子 我就给他切了 其实要有功夫 咱家好些个菜都能弄 可是这酒店的后厨 咱也实在白了不了 那个大灶大锅台 而且它这火冲 火太冲 稍微一点就糊 这几个菜炒完了 我基本掌握在这锅了 特别难弄 那晚上咱能吃好点吧 晚上够呛了 我得歇息了 我得休息 关键名中午 还有两桌婚席 对 我赢人家了 我赢人家了 还有夏令营呢 你们家走吧 你们甭捅过了 真的 我已经烤了二级本来了 他就去个海豚子 师傅 那是 过山车也是我推的 这点钱不够我挣的 其实咱家那让冬锅 也挺好吃的 小瓶小饼吃过 我这个好几年没弄了 让冬锅 师傅弄那小龙虾 对 还有单单面 还有我弄那个扁豆焖面 这都行 油泼面 油泼面 油泼面你师娘弄得好 我们这来的半早不老早的 这个 特别爱插粥 插那龙虾尾那粥 你也是个特爱的 买那个小龙虾的尾巴 拿那个凹粥 那是咱家的特色 那一门铃 我弄的弄的好 师傅还坐过一回花生站 对 花生的糖站子 牛渣糖 咱家后院 原来有一锅 买了个各种小杂鱼 都是小鱼 小鱼小虾 没有什么品种 都锅里一块 拿它一凹 然后锅边一粘卷子 然后要不就弄那波 那挺好 他们俩这是在家吃的多 王冬龙后来也在家住 但他不着家 他天天出去 有女观众约的吃饭 不 就跟秦潇贤一块去了 没 没 没 还没 还没演出 我也老在家 专门负责带这个 那会是郭其林老出去吃 郭其林跟张云雷他们出去吃 俩人上网搜 北京哪好 天天的 无论多远 多远他俩人也去 吃完饭回来 大半夜凌晨了 不是太新 这小时候 其实我们对这个 尤其我 三哥 还有小月 我们这几个 一对他 就您老捧着 就说 一到吃饭的时候 就说 他吃饭有出息 老说我们这几个孩子 吃饭没出去 吃饭没出去 老说 我们也不明白 怎么就到我们这 老说 到他这 老是有出息 因为咱家有一个特点 咱家不怕人吃 就怕人没出去 每回准备的东西 比如说十个人吃饭 咱家预备得够二十人吃的 你吃多少都好 你吃的越多 我跟你身上越开心 但是有一节 你吃东西没样 看着就恨疼 那就必须得告诉你 吃东西得有规矩 这点来说 这就是 罗文平做的比较好 吃东西得雇人 哪能一上来 抗吃抗吃的 有抬轿有骑马的 这是最讨厌 比如吃饭 比如这个菜 有的上来就这个 有的抄底 这都不允许 有的过河 这个呢 什么叫抬轿呢 什么叫骑马呢 抬轿从底方上来 走你 这个机会 不行 过河也不行 在那吃你跟前的 所以得加这儿去 这就让人笑话了 这就叫没规矩 就吃这儿 你包括这敲 这都不行 我就给你们示范 按说是不允许的 骂厨子 骂厨子 敲牌这也不允许 所以那会儿呢 就老说这个 咱家人事有多 所以那会儿就老说 说罗文平好 河也从这儿 从小事看 他一个野人 那会儿 八九岁 那么一个孩子 是吧 对话 这乍一进关 你想是不是 还没吃饱呢 可算见着大饼饭了 主要是没吃过天津奶 对啊 你想他指着路灯还问呢 这是哪儿的邪火啊 所以说这个 大兴安领啊 我跟你说 这是他小的时候 后来就好了 就慢慢这就行了 就不一块吃了 后来就不管饭了 就不让他们吃了 我就省心了 从根上就得了 你包括那个 吃东西出生意 你看郭芬阳 安帝 这才几岁啊 他从一两岁 能自个儿 能吃饭 吃主食的 只要一出生意 你实际上就呵护他 闭上嘴角 他才一岁多 就吓一跳 就赶紧闭上嘴 不许出生 怎么那么香呢 非得人知道 这个 这是不允许的 当然了 也未必说规矩就得遵守 但是规矩是一定会存在 一个人有一个人活法 咱也不能管了全世界 咱只能说咱们自个家 这堆这块 那时候给大林不吃菜 给他骂的 好像给孩子挤的 坐着吃饭 闷闷之哭 郭其林小时候吃肉 他特别小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他也说不明白 你比如牛肉 炖出来肉 黑色的 他愿意吃 吃黑肉 他说吃黑肉 后来就是一直 就不吃菜 就爱吃肉 那回是你们赶上了 在家里 挤得闷闷之哭 就不想吃菜 就要吃肉 我就给他夹了一满碗的青菜 白饭 上面都是青菜 吃下去 就哭了 哭你坐边哭 你别搅和我吃饭 打这走 上边去 打桌子上给他轰开了 坐在边 边上的楼梯 坐在楼梯 抱着一碗米饭 上面都青菜 泪流满面 嚎头痛哭 哭吧 哭完之后别耽误吃 所以郭其林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我俩分一盒饭 您记得 那个鸡肉饭 他把鸡肉全夹走了 这头鼠的他又 那是 他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 这个小孩他就得管他 你说怎么办 比如他就跟小的时候 张云雷似的 张云雷小的时候也不听话 让他弹弦 让他练功 早晨八点 你把太平歌词唱着 他就跟着玩 我可告诉你了 你今天的任务是把这几段太平歌词全唱一遍 比如会八段 全来一遍 来完了吃饭 你要不来完吃饭可没你 他哪听啊 他才几岁 不点小玩意 他就跟着玩玩玩 我不搭理他 赶等中午十二点了 摆上一桌菜 特意做了都他爱吃的 摆一桌菜 大伙都做好了 他也做下了 告诉他站起来 把你那葱葱倒给唱一遍 来咱们大伙吃饭 他那堵着边 留着眼泪 把这八段太平歌词全唱完了 得眼睁睁让你看着你爱吃的菜 一扫而空 完事刷碗去 因为你没听话 他们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咱们这孩哪有那么简单 让你们说的 对吧 爱这个 新华书店买两本 相儿大全 回来看个词 上网听听张和龙的录音 拔下词来就说相儿了 这个不符合天道 站台这说四十分钟 挣了钱 盯人农民伯伯 干毫个月的 怎么你们就都成功呢 对吧 你不讲理了呀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们 一孩有一孩的规矩 尤其像秦大艺术家 说我错了 你错到哪了 我哪都错了 那为什么哪都错了 没学明白 那就说明我们交流问题 不是 怎么别人明白 你不明白呢 三年时间还是有点短 我这种可能性能有点短 我看我们是否就会有什么 谢谢大家